謝謝 Hello 歡迎回來Audrey in Japan 今天為大家介紹東京的Omakase壽司店 每個人幾百港元港幣就有交易 還有米芝蓮一聲的壽司店 而且全部都可以網上預約 大家千萬要看到最後 Omakase的中文名就是廚師發版 意思是由廚師為你決定菜式 和挑選最時靈優質的刺身、壽司、海鮮和食材入贈 廚師發版是沒有菜單的 只是選價錢 所以廚師發版是對廚師的信任 開始之前首先要說一句不好意思 因為有些片是剛開始拍Youtube的時候拍的 所以拍的就比較差一點 第一間要介紹的就是Sushi Tokyo Town 比較多香港人去 分店片及新宿、攝谷、六本木和還賓 午餐時間是11點到1點半開始 而晚餐時間是5點到9點半 預約的廚師發版午餐或晚餐就是8800日圓 廚師發版午餐就是4400日圓 但是就必須Walk-in了 如果預約的話 午餐也是8800日圓 如果大家旅遊的話 就不建議Walk-in了 店鋪就是11點開店 我就試過平日的11點多入去Walk-in都滿了 六本木店我就去過幾次 雖然網上訂位選擇人數下面有座位類別一欄 也就是巴桌或卡位table 但是網站聲稱不可以預約座位類別 依我所見 如果兩個人訂座的話就可以坐巴桌 如果三個人或以上 基本上就是坐卡位table 餐廳是可以帶BB同行的 當時我就是用自己的嬰兒籃 如果是小童的話 餐廳就有熟壽司 鰻魚卷或蛋壽司去供應 沽網訂位需要credit card 預先授權 但是就不會扣數 餐費就在餐廳結帳 餐食方面8800日圓 我覺得性價比都算不錯 CP值我就給3.5 over 5分 由於不同季節有不同食材 所以我就不足一介紹了 這個價錢有海膽鮑魚龍蝦 我覺得真的不錯 但是都會有些比較便宜的食材 例如是豆腐和莫名其妙的菜心 總括而言如果想吃Omakase的話可以一試 一家很多人都不會太貴 宜餐可以拍照 用餐氣氛就輕鬆 地理位置方面 六本木店就位於TOKYO MI TARA BONKI商場裏 消費10000日圓還可以免費泊車4小時 地鐵直達 吃完還可以逛逛商場 外面的公園櫻花貴了櫻花體 第二間介紹的就是Mountain sushi 日比谷、遠之內和日本橋都有分店 我就去過日比谷和遠之內的分店了 建議有位的話就預約日比谷店 遠之內店的巴桌位置 十分接近餐廳外面的行人通道 所以日比谷店就會坐得比較舒適 可以預約的時間 午餐就是11點到下午1點半 晚餐就是5點到晚上9點半 預約的廚師發板午餐或者晚餐就是7700日圓 必須walk in的廚師發板午餐就是3850日圓 價錢就比第一間便宜一點 我覺得整體都比較好吃 比較高級的食材就有超多海膽的手捲 帶子,而冬天就會有白紙 總括而言調味它就偏重口味 三文魚子就有少少偏鹹 而個人就不喜歡吃它的生茄籽 茶碗蒸比較特別加了酸梅醬 整體壽司都比較好吃 個人就覺得CP值比第一間高 有4分 都是可以拍照 而且用餐氣氛輕鬆 唯一的問題就是因為開始用餐的時間不同 師傅上菜就會有遺留 地理位置方面 日比谷站走大概3分鐘就到 附近就有商場東京 Midtown Hibiya 聖誕就有燈飾看 對面的日比谷公園有櫻花看 而附近就有銀行書 距離銀座只是5分鐘的路程 而院子內店就距離王居一街之駕 距離東京車站大概5分鐘路程 官網訂位需要Credit Card預先授權 但就不會扣數 餐費就是餐廳到結帳 食廚師法版擔心太多澱粉汁會自肥 推介大家餐前一條CaloCut CaloCut內含美國專利天然白神豆碎取 餐前一條可以阻隔66%的澱粉吸收 同時間促進甜食油理食物代謝 減少皮下脂肪和內臟脂肪的堆積 配合CaloCut Jelly吸油海綿技術 可以將腸道內的澱粉、油脂、糖粉包著 排出體外 不會影響食物內的營養吸收 正所謂三分運動就七分飲食 做到減少吸油的熱量就可以養成二瘦體質 例如吃了一碗白飯 你就會有100%的熱量 吃了CaloCut之後 就只有大概三分一碗的熱量會被身體攝取 以進食1000%為來 吃了CaloCut之後 所阻隔的熱量 上等於慢跑1.5小時 大約無求1.2小時 配合簡單的運動 炎脂速度加倍 減肥方程式就是吸收的熱量 少於燃燒的熱量就可以輕鬆減重了 減重的時候 配合CaloCut可以無需刻意忍口挨餓 可以輕鬆手 CaloCut加入了萬月會 草本覆盆子等等 味道就好像果汁啫喱一樣 用家真人實測 吃了一個星期沒有做運動的情況之下 就輕了1.05公斤 適合喜歡澱粉類煮食 甜食 辛酮飲食 和減重人士 日常可以吃一條 吃放提子助餐等等 大餐之前 就可以多吃一條 減低最有減 繼續吃冷著手 產品在萬寧有手 下面的資訊欄還會有優惠詳情 還有20元Coupon送給大家 第三間介紹的就是Sushi精神 慰備售六本木一丁目 大井丁、成田機場都有分店 我們去的就是連接六本木一丁目車站的Ark Hill South Tower店 我們就是walk-in的 平日午餐就是11點到下午3點鐘 Last Order是2點半 而晚餐就是下午5點鐘到晚上9點半 Last Order就是9點鐘 而星期六日晚 晚上就會營業到9點鐘 Last Order是8點半 價錢是中價 比第一二間櫃 廚師法版就是6980円 套餐只有10件壽司和6件小卷 所以一定是不飽的 必須要再散點壽司 吃得飽的套餐就是14,850円 包前菜、刺身、五小碟、六件壽司 半個手卷、味噌湯和甜品 散點壽司每件大概就是440円至1,210円 最便宜就是蛋壽司 而最貴就是海膽 如果大家沒有預約 但是途径附近的話就可以碰碰運氣walk-in 味道就沒什麼特別 好處就是整天有位 但是吃得飽的價錢就過了10000円 所以CP值我就覺得只有2.5分 不過一家技巧包括小朋友都可以坐吧桌也不錯 而餐廳還有獨立的個室 而且有英文menu 可以散點比較有彈性 地理位置方面就連接著六本目一丁目的車站 非常之方便 第四間介紹的就是Yoshikawa Azabu Zuban 麻布10番站走2分鐘 它是SNS話題店的分店 Tabay Logo有3.21分 成為社交媒體的話題店 是因為它有非常之打卡的淡王拖羅海膽泰卷 壽司店用的海苔 是棍馬鹽開業超過150年的老店的海苔 餐廳只是經營晚餐 第一個時段就是6點鐘起 第二個時段就是8點半起 廚師發飽晚餐13200円 連酒精飲品放題就是19800円 套餐大概包括了海膽素麵 青森原產的水煮騰湖 魚身三塊 飯配上烤魚 江湖前壓壽司4件 獨特的壓壽司例如有拖羅等等 海曼卷 河豚白紙 海膽蛋 和甜品 巴桌有13個位 而個室最多可以容納10人 可以帶小朋友用膳 但就需要使用個室了 Table Check 訂位需要Credit Card 預先付費 份量不算多 價錢不算特別便宜 CP值我給3.5分 如果想打卡就可以一試了 第五間介紹的就是Sushi Yu 紫油 英文名字跟附近另一間壽司店一樣 所以記得日文名字是紫油 在6本目的 2018至2021年得到米茲連一升 Table Logo有4.2分 6本目站行大約3分鐘 而6本目一丁目就行大約8分鐘 廚師發版午餐和晚餐就是27500日圓 午餐就是12點鐘開始 而晚餐第一個時段就是5點半 第二個時段就是8點3 不喝酒的我就點了T Pairing 包括5款茶 總共是5000日圓 都是台灣茶 第一杯就是油氣的東方美人 檸桿豆腐是把牛油、鮮奶油、粟米和角粉 一起凝固而成的豆腐 配芥末醬油 然後就是絲魚 加上Cream Cheese和番薯的茶碗蒸 喝完師傅就再幫我添茶 喝完師傅就再幫我添茶 神奈村願坐到的章魚 是攝氏-60度下冷凍 溶化後煮大約30分鐘 即使沒有牙都能吃得到 第二杯的配茶就是港口 好 兼魚 用作清味類的薑通常都是一片片的 這次就是一塊塊 康氏馬加春魚加Tatar sauce 之後就是布丁卷 把安康魚乾混合 吃飯 再加一條青瓜 然後師傅就會叫你拿相機去拍照 拿著布丁卷和合格牌 真的很搞笑 第三杯茶就是大禹嶺 接著就是大家都應該非常期待的港區卷 用上冰庫縣的香香蟹 北海道橙的馬粉海膽 最後就是靜光圓冰蟲市自家品牌的魚子醬 為了帶出魚子醬的原汁原味 鹽的添加量都保持在最低限度 而一般魚子醬的鹽份就是3.4% 餐廳品牌的魚子醬就用上滿月之鹽2.6%的濃度 加入了海苔的肉籽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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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烤過的日本尺露 第四杯茶就是甘酸荒香 第四杯茶就是甘酸荒香 盯魚 鱸魚 帶子 最後杯茶是酸紅韻 其中一道菜可以四選一 斜蝦、鮑魚、拖羅卷或烏魚子 老公選了長期的車海路 中拖羅、大拖羅 味噌湯用的是無瑕的殼去烹煮 肉眼可見和平時吃的三韻魚子非常不同 非常飽滿,而且吹彈可破 師傅就切了之前rest好的拖羅卷 將拖羅方面 沾上醬汁 四選一我選拖羅卷 接著是海曼 肉指燒加入了支海露的肉末去烹煮 表面焦糖化 來類就很鬆軟 非常推薦sushiyuu 雖然價錢相對比較高 但食材新鮮 調味精進而且份量很足 吃了兩小時都不會太趕 CP值我就給4over5分 巴桌就8值 還有一間個室 Table check定位需要credit卡預先授權 但還是不會扣數 餐費就是餐廳結帳 15歲以下的兒童用餐 就需要特別通知餐廳 並且只可以預約星期六的午餐 溫馨提示 餐廳是規定不可以噴香水的 否則就會被拒絕用餐 這條片就到這裡 之後還會有其他的美食分享 喜歡的記得like,subscribe,comment 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